因为我们帮不了他 我们就只能烧香喝头 然后早上一大早就赶到到新家 结果赶到他家的时候 去喔 去看到妈妈 他妈妈一直哭一直哭 然后去看医生都没有用 下半身很痛 可是又不能动 所以没办法喔 而去看他 去看他的时候就用手摸 结果手一摸到他的身体 他竟然抓着我的手 说你不要抱 你摸下去我好舒服喔 结果 这一摸摸到 从早上摸到傍晚无边 我都没有到 我一直要收回来 我一直要收回来 我也很急 然后到最后想 晚上我必须要回去了 而且傍晚还是要办到 到最后我跟他讲 我不行了 我终于明白 你不动那个手 放在那里放这么久 那种真的很辛苦 到最后呢 我跟他说 你知道我走啊 等下要办到 而且天黑了 我一定要回家了 结果 到最后 他才让我放开 那我放开的时候 奇怪 我怎么好了啊 他已经19年了 然后他病的那几天 就是痛的那一整整天 没有想到 手这样收回来 他好了 我通过来 他赶快 等一下 你要早之前先喝个热茶 那先去煮奶茶 煮一煮 才让我走 从那一天开始就好了 他精神 那个 就是 19年的那种病啊 还有那个 外领侵入 就是19年 精神失常 竟然都会无盛常 一直到现在 已经很多年了 那一个女孩 也是一样很漂亮 那他也是一样 鬼魂残生 后来到佛堂来 哇 借俏啊 结果一借俏 到最后 他 他已经很久了 那个很漂亮 一个女孩子 很漂亮 但他也是精神失常很久了 他挺无伦次 结果那一天 来到佛堂借俏 借俏的时候 鬼魂一直扑一直扑啊 痠 怕他被摔死耶 就赶快把他抱着 然后找那种 同流利的人 在旁边帮他抱到房间去 后来 那个鬼魂就讲了他的姻缘 讲他怎么害怕 怎样怎样 到最后 就是 或许跟他说 那请他退 他好有行功力合 请他不要再参他 到最后他就是说 好 一定要原谈是开金桶 他说原谈是代表老师的天理 好 所愿意原谅他 也愿意原谅这个女孩子 也愿意 就是说 让他时功力得来回响 这样我才要离开 那时候想说 只要开个口 那不是很简单吗 就跟他说 好 没关系 我原谅你 那请你退 让他法导行功力得 讲完他就是马上退了 狂爱天理 好了 一直到现在 那女孩子很漂亮 所以 然后有一个太太 一个团组 反右 不同的团组 她 求到 就说七年 她先生 后学从认识她的时候 她先生就是神经病 她会自言自语 所以她先生没求到 一直都是在 就是 都是在马路上走的 七年了 那后来 到去 到今年 阿吉达就跟她 这个 说 你先生这样子 你看 你只有一个女儿 就在澳洲 你只有你跟你先生 可是你先生就是 精神失常 她先生都是在马路上走 她男男的女的这样 你 你 一下子 你 一下子 就跟她讲 你已经久到了 你现在学到半道 行空立得了 相信你先生可以再光 你带你先生去看医生 她会好 结果这个 她说 这没有可能好 她就已经是这样子 这么久了 不可能 而且 我不敢带她 你知道吗 她会打我 她会打人 阿吉达就说 好 你不带的话 那我带 为了你 你的 后半辈子 你啊 你不可以 你就赌一赌嘛 所以阿吉达就说 你不带 那我替你带去 加了马路看医生 结果她一听到说 哇 你要浅浅量 替我带先生去 不好意思 她就跟 这个兰迪卡 就回家 跟她的兄弟姐妹商量 所以我用手指把她绑走 她用手指寸坐她 她好几个人抓住她上车 她就这样送到家的马路 然后去看医生 结果没有想到 医生只给了一次量 竟然好了 结果她好了以后 再给她回来 绝加感谢 她相对站起来 好多是不露 原来是文字 冰冰 那以前 是在路上那种 像游泥一样吗 所以现在给一个人 后来她先生就帮助她 就是在道场下 帮助她修改 非常诚心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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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上回去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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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历经了很多很多的 彈很多歌 其实就是没有办法跟大家分享很多 那跟大家分享一些 上天的紫围虽然这个书班的路上 是很多很多的困难意见 但是也是有很多的 这些甜美的成果 让我们彈 让我们可以约定的继续再接持下去 刚开始学校 刚开始开学了 然后很多很多人 刚开始对学校不了解 但是有一个校长 有一天有一个校长 他把他学校国中部全部收掉了 因为他听了很多家长说 很多家长一直去退学 那校长就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你们全部都要退学 他说我们要转学到有一间学校 叫光明国际学校 这个校长很奇怪 那些学校是什么学校 结果家长就跟他讲 你去看看就知道了 他是很好的学校 他们真的把孩子教得很有教养 然后教道德文明平革 所以那学校的学生很有教养 结果这校长就偷偷的来了 参杂在家长里面 后来他进来的时候看到了 其实我们都不知道他看到什么 他回去以后进来就宣布了 我们国中部全部收掉 所以国中的学生 全部转到光明国下 光明学校去 后来他们现在只到小学 另外那个校长他说 这个学校真的 要教出来的学生很懂礼貌 这是上天的慈悲 然后有一个经验 有一个叫做参谋总长 因为我们有碰到很多的强盗 其中有一批强盗来在最近 那来的时候呢 我们刚好不知道 他到学校有一个参谋总长的儿子 有一个高中二年级的学生 九年级 二年级 对高中二年级和住宿生 后来他的爸爸来了 他妈妈也来 他说学校如果有碰到任何的困难 你跟我讲 后来问他那你是在做什么 他才拿出零电来 原来他是现在目前的参谋总长 他说你知道啊 我的孩子本来是要到国外去读书 可是是因为我的亲戚朋友 大家都跟我建立 说有这么一所学校 所以这个学校的孩子很乖 然后反共孩子改变了 所以他把这个孩子送出国 所以他把加德版杜的学校退掉 退学啊 完成送他来到沙埃的学校 后来苏黎他们去拜访 确定他原来他是参谋总长 我说苏黎总长到底多大 他们只跟我说很大很大 我说大到可以帮助我们 让强盗不要来 后来就他突变 一切都OK了 所以最后这一批在 后学上次要回来的时候 最后那一批强盗 是被他收服的 有一次我们学校附近的那个河 那个河溃烂了 溃坊 那个河就是决堤 风 这个叫什么 决堤 溃堤 溃堤 那个水 淹死了很多人 然后 或许那一次听说 有盘了两个前嫌 昏倒 他们甚至更刚好 要去印度办签证 因为 离国的签证只有一个月 马上到印度出境 就在那边停留一段时间 再进来 再拉长时间 结果他们刚好出境要进来的时候 一到半路 过了一天一夜的车 结果那个碰到汇堤 就进不来 进不来 他们的车子又绕到印度别的路 又绕了三天 就这样子 所以 我学听 台湾前嫌在说 等他回到 加了满足的时候 回到尼泊尔 看到台湾的前嫌 他在光两个步道 他说在那个 车上 还有在那个印度 就是 晚上的时间在那边过夜 他说 看到 那两位前嫌 坐着 因为昨天那个样子 才知道什么叫 封城普普 好几天几夜 都在车上 在路上 没吃没睡 没洗澡 所以那个样子 结果一到 印度到我们这边 合体 那个溃体 溃体不是产生瘟疫吗 上次有提过了 就是后来瘟疫了 造成下边 整个尼泊尔 这边有十几万人 无家可归 那印度的那是 从河 就是印度那条黄河 这边 印度那边有六百多万人 无家可归 怎么在 这个 黄河旁边的居民啊 很多人死掉啊 结果就产生瘟疫太热了 结果那条瘟疫 死了很多人 有很多人从家乡 还从外地回来 看到就是 赶回来 听到自己家乡 有人生病 结果就回来 探心 结果一探心 今天晚上 回来 昨天早上就死了 很多这样一直死掉 而且已经 扩散到我们沙拉 学校这边来 那天 有一个医生 秘义 他叫Powder 他叫Powder 他每个女朋友都会来上一个 那一天 我觉得 Powder你今天怎么迟到了 我们他已经当上完 你怎么现在才来 结果他给你点凝背了呀 然后我说 天师 你知道吗 他说天师 我去救灾呀 我去救人 可是束手不测 一直死掉 一直死掉 那个瘟疫的速度太快了 昨天还好的 今天就死掉 全家人 一家人的二代 从远到 就说从手瘟回来 要照顾家人 结果隔天全家要死掉 他说太恐怖了 那时候我看到他的样子 就说 我们就磕头 所以现在在 所长的人 一起一千克手 求共产 结果一千克手 喝完 把那个洞场给闹出 你这个再加更多的水 他又让病的人全部都喝 结果一回去 因为很多人感病的 死掉了 喝死掉的人 很多还在生病当中 结果一喝了 所有喝死到洞场的人 全部都好了 他马上打架来说 还是这个洞场 真很有趣 真的不利益子了 所有混沌的人 都喝这些水 全部都好了 这次的 很多故事 很多故事 这是一个女孩子 这个女孩子是我们学校的榜首 她的名字叫做阿拉迪 她从第一年 四年级还是五年级 就进我们学校 现在是七年级 她在这几年当中 她现在要有当伙食团的负责人 她们跟我说 娘师你看阿拉迪这么可爱 我把她好好的 她一当当负责人 以后两个眼圈都变黑的 她为什么 你知道 因为她带伙食团很辛苦 她都要有身作者 她的导师在第一年就跟我讲 她跟我说 娘师你放心 她导师说 你知道吗 这个是我们将来的总医生 过目不挖 然后她刚开始 成绩好 但是她的还没有 还不懂得什么是 还没有学到 等到她学到以后 她整个变了一个人 她爸爸妈妈有一天 来学校拿钱 要给阿姊达 她就说 这笔钱给你们 请你给眼传师 就想说 我怎么可以拿你的钱呢 她说 你知道吗 我没有办法想象 你们怎么可以 把我的孩子交得这么好 我这个孩子啊 她说这个孩子 只要一回家 就是 她说全家啊 因为她 她们全家都吃醋了 她的爸爸啊 她爸爸说 我偷烟 然后我没有吃醋 但是我改不了 戒烟戒不了 就是因为她 她帮我把烟戒掉了 我说阿姊达 你怎么帮爸爸戒烟的 她说 没有啊 我今天再到国堂以后 不是你们都教我吗 早上要起床 帮整理家事吗 我帮爸爸妈妈 就是整理床单 然后会扫地 然后会煮饭 然后呢 晚上睡觉前 帮爸爸付床单 早上可以帮她爸爸妈妈 折床单 就这样子而已啊 可是怎么知道 大家都说我变了 就是确实是变了 所以她弟弟 她的两个弟弟 帮我弟弟也是在我们学校 鼓出也吃醋 都是被她成全的 所以她当时差 应该是一岁的时候 她就成全家吃素了 现在13岁 她现在是代理伙食团 不过她13岁妈的伙食团成员 都比她太小 然后再次备下 再次备下